講到了觀光 今年第一千萬的國際觀光客 今天出現了就是他 是來自美國的34歲工程師克里斯多福 不只由馬總統親自頒獎 觀光局還準備了百項好禮 除了機票 住宿券 其中還包括了賣到缺貨的花雕機泡麵 包含了我們台灣的風景名稱 蔡魯德國家公園 馬英九總統親自頒贈 價值超過新台幣100萬元的禮品 因為義大利裔美國男子克里斯多福 超幸運的是台灣今年第一千萬名旅客 克里斯多福和台藝太太阮韋婷 從入境桃園機場就受到熱烈歡迎 世界都在不景氣的情況 可是我們的觀光逆勢成長14% 美國有線新聞CNN今年6月公布 十大美食旅遊地點 台灣壓倒性的奪到冠軍 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後面這個美德 剛剛也在講 台灣人那個食物不昧 食精不昧 已經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 說到來台觀光人潮 觀光局長也表示 往年都是台灣人大量去日本觀光 這幾年希望藉由與日本的積極簽約 盼望日客來台的人數能從副成長變為正成長 日本市場因為長期以來日幣都貶值 但是今年很高興的從9月開始 是由負轉正 對 那我覺得日本市場最近我們跟他簽了很多約 韓國市場也簽了很多約 我相信這個部分都會再繼續發酵 或許明年的第一千萬名旅客可能是日韓旅客 不過台灣首次的第一千萬名旅客 因為是第一次 所以準備的好禮好豐富 有價值新台幣100萬元的台灣特色禮品 連最近掀起搶購熱潮的花雕機泡麵 也成為這次的迎賓祝福力 還包含了台灣來回機票 這樣盛大的歡迎 不只讓克里斯多福打包了台灣名產 更讓他看見台灣對觀光客的熱情 UdnTV王彥均 岳佳妮 台北報導